歡迎收看電玩宅Super 我是主持人喬宇 最近最熱門的運動新聞 就是世界棒球經典賽了吧 那相信大家都知道 表現優異的選手都有機會進入名人堂 那你知道遊戲界也有名人堂嗎? 從2015年設立的世界電子遊戲名人堂 在最近公開了2023年的候選名單喔 趕快講看看有哪些優秀的作品入圍吧 世界電子遊戲名人堂 是美國斯特朗國家玩具博物館 與國際電子遊戲歷史中心 於2015年合作設立的項目 目的在於紀錄對電子遊戲產業 流行文化及社會產生較大影響的遊戲 既然是名人堂 想當然就不會只有一款遊戲入選 而且獲選作品也都是年代較久遠的遊戲 以2022年名單為例 就選了1998年推出的 薩達傳說十之敵等四款遊戲 2021年選了動物森友會 星海爭霸 微軟模擬飛行等四款作品 至於今年則挑了十二款遊戲 進入候選名單 其中較知名的作品有 Wii運動 最後生還者 雷神之鎚 憤怒鳥 的確符合知名度 流行度 影響力 影響範圍四個評選標準 決選名單 預計今年5月4日公布 玩家現在就可以上官方網站投票 支持你喜歡的作品喔